在這邊我們顯示這個第一幕是十條的附地 再下一頁 這本是在太平國小前面的這個壁上的搖欄 還有寫我們的教會簡單的 就是說我們是創設於1957年的林芳朱師來接完 再下一頁 再下一頁 那十九世紀的時候屯進臺灣 再下一頁 再下一頁 那這頁 但是在主後1901年2月的時候 上帝辛子就是討門御師夫婦 他們就是荒漠乾脆的作者討門御夫人 然後日本的終點御師公司 共和在日本以東京會移民國共同的領域 在國務地上的下開始 然後再下一頁 那大家稍微看一下 這是檢閱的多個介紹 然後再下一頁 然後這個是在1905年的時候就正式的主持了李東宣教會 以東京為聚演藝 那在1926年的時候在台灣這個運動又有一個四處風流的氣 然後再下一頁 然後再下一頁 在1906年的時候就正式創立台灣聖結教會 然後再下一頁 再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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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再下一頁 然後再繼續 那這個是 他是林天生牧師 還有台灣民族之父 郭宇欣先生的岳父 他在太平町林天生牧師的育所 設立大道成聖結教會 所以開始用台語來傳道 然後再下一頁 那1903年呢 林天生牧師呢 賢助石安林牧師呢 來牧養大道成教會 那再繼續 那這個是 這個這邊有 這個是台灣青年報 那時候有刊登 我們在1937年就是 投資翻建大道成聖結教會的青尾堂 是在那個太平市場裡面 在地面呢 約有100圓 建築面積大約80圓 於同年的8月12日 舉行起工事 到年底完工 建設費用是4000元 並於同年的12月12日 舉行現場 再下一頁 好 再請下個月 下個月 再下一頁 好 這邊也有提到 提到規定資金 好 再下一頁 然後在1941年的時候呢 日本帝國呢 周期珍珠港 所以就接起了這個 四年的太平戰爭 然後再下一頁 然後他們 日本周期就開始呢 共治教會 然後再下一頁 在1942年的時候呢 中部牧師呢 他由日本本來 來協助教會的一位 好再下一頁 在1942年的時候呢 日本政府呢 加強對國內思想的共助 所以呢 那時候來補了很多的成交目證 好 再請下一頁 好 然後那時候呢 1943年的4月8號 因為日本身教會信仰和日本當時 對外這7月的合作呢 互相的抵觸 教會就被全面的公信 學長的裏頭有6點 好 那請各位看一下 手後有6點 好 那再請下一頁 謝謝 然後在1946年的時候呢 台灣光復後呢 林天生牧師就和林苗堂來合作 重新地開始教會的聖功 那再請下一頁 那在1947年的時候呢 你幫牧師呢 就幫忙募集環下 重新修建成民教會的禮拜堂 好 那再請下一頁 1952年的時候呢 台灣聖教會呢 就開派了一些的神學生 來進行教會重建的工作 好 那再請下一頁 然後1952年的8月這個話呢 你幫助牧師呢 接手了聯邦基督教會 因為呢 你幫助牧師呢 在1947年的時候 能協助修建聯邦基督教會 拜堂 而你幫助牧師呢 當時呢 也在高雄的前進長老教會 設立聖經書院 因為你幫助牧師呢 當時呢 想要造出更多的神明文工人 也想要給錢 所以一元聖會呢 每天聖牧師夫婦 他們想要移居日本 所以9月呢 所以呢 所以就將聯邦基督教會呢 轉讓給你幫助牧師來募會 那9月開始呢 到聖經書院呢 就是有順利的展開聖風 然後當時是專修武生 因為呢 你幫助牧師 他是台灣的第一位的牧師 他自己呢 成一家庭 以及社會性格的歧視 遭遇到很多武功徒 對等的對待 當他有努力的時候 他就開始幫助牧師 更多的魯姓基督 來參與教會的聖風 並且培育他們成為傳導人 成為對社會有奉獻的參與者 即夏季 那敵范布牧師呢 他身具愛情 於1947年 他擔任台灣省婦女會一次 當他北上開會的時候 直接經歷了228事件 他立即就把雲高雄主持 投屈是舊部隊 全力的掌握三則 並且把十等的後續實力分開 他也曾經幫助高雄主持 金智昌華教會 南南泰西街昌華教會 還有台北社區三角府昌華教會 提供他們所需要的援助還有資源 那你幫助牧師常常收邀這個教會 做培靈來護到賠靈 因為他很有想到 賠靈來護到賠靈的恩賜 所以呢 能夠吸引許多的信仰 你幫助牧師的人如其果 他幫助了很多的生命 沒有方向擁有 這也是對當時那個兵馬通貨的時代 許多人上市了他們 對生命與生活的價值 可是呢 基督信仰 對他們就好像是個角色的燈 可以幫助牧師的講道 請下一頁 在1957年的除夕呢 慶祖當清水會救命 出身於新直縣中正被溫信仰 這個親親的陽性女孩 就一起到教會來求助於 你當助牧師 當助牧師後來就收容了這個陽女 請下一頁 那1958年的1月5日呢 溫信仰庫呢 遷入了等於基督教會 想瞎殺死人在 依國禱告的 互相精神 楊姓楊姓 但被禱告後呢 起身的教友發現 將其手上的裁刀閣下送以訪拜 好 那在1963年的1月1號呢 當助牧師不滿台灣 基督教會那種手 所以就脫離了 臺北中會的臺北中會 臺北中會 臺北中會 好 再幾下頁 他再幾下頁 然後到了2014年的12月1日呢 到現在都是由謝瑞斌主任傳道 來接任牧場的工作 以傳承以幫助牧師呢 荒漠甘泉 精神 及保存在地文化的資產 然後現在呢 目前呢 我們教會 因為之前 就是講到 他過去也十幾年來 他是一個嚴重的 那種種目憂鬱者 然後呢 也被主寸困狼的事實 那還有我之前也曾經 遺忘了三年的中心憂鬱症 那我們因為信仰 我們感變了我們的生命 所以呢 我們現在在教會 我們所做的呢 我們在成立一個界底的協會 專門來幫助那些 如影酒影各種成癮者 他們的家族 以及那些成癮者 來脫離那個 族的紅藏和瑕疵 那還有我們也開放 給社區的那個 我們巷子口 有一個重生康復之家 他們是專門 收留一些 精神疾病的患者 那我們呢 整個禮拜都開放給他們 來教會 來抗師哥敬拜 做一些活動 那希望能夠藉著信仰 來幫助這些 精神疾病的患者呢 他們能夠得到安慰 能夠得到醫治 然後將來能夠重擔社會 然後我們未來呢 我們現在呢 也常常開放給一些的 一些人來參觀 像有一位業教授 他常常就會帶一些來的 來教會來參觀 所以我們可以開放我們的教會 然後還有我們將來呢 我們會與大口社當 一起來邀請一些專家學者 來做普及維護管理的 工作以及神秘的工作化 那這是我的情報 謝謝大家 那已經都結束了 好 進步了 好 我們請教路 原針對這個案子 沒有任何的指教 你辦的裡面 有些文字啊 有些建議是不是把它做為修正 你辦的第一點 你要刮文 所有的建築都擺成了建築物 那第五刮文 第一點 建築物創建 1947年修建為獻罰 1947年修建為獻罰 為什麼修建 是倒掉了還是怎麼樣的 可能再爭一句話 就因為戰爭 或者因為怎麼樣損壞 修建為圓罰 現在會比較清楚一點 第二點 關於阿拉伯路二 建築原為紅燈道 建築物 為紅燈道 它本來就是紅燈道沒有變 沒有說原來 然後又過了又變了沒有 所以建築物為紅燈道就可以了 那後面的話 請來 請 謝謝 好 其他會員 反正去掉 圓去掉 它叫做建造去掉嗎 當時在修法的時候 像從龍果跟蓋都是建造物 第二個 請問這個教會的全名是什麼 你就叫嚴憑基督教的那個 你是不是財團法人 那你是不是 你不是長老教人的 已經不是了 你的全稱就叫嚴憑基督教的那個 那有派你任何登記嗎 還是財團法人登記的表明 這個 這個 真的不曉得 因為你建造物好像沒有所有權 那土地又是屬於國產屬 但是我不知道你的教會有沒有登記 你們可以開奉獻證明嗎 一定是財團法人才可以的 是嗎 我不曉得我們那一隻地名 古基的時候 需不需要用他的全稱 還是不需要 還是用古時候的名稱就可以 我沒有意見 我只是在想說 他在整個說明 有時候又稱長老教會 有時候又稱基督教會 沒有長老教會 沒有長老人的社會 然後他到底現在是法人還是非法人 那我非常支持他們 你們所做的工作 真的是聖經講的說 坐在最微小的一個人身上 就是坐在我耶穌基督的身上 他們這個教會做非常非常多的 對做事的幫助 然後我支持這些人知我所的意見 所以我指定無事例 謝謝 好 謝謝 我們其他委員還有建議 如果沒有的話 我們算我們一般的思想通過 但是剛才我原題的相關的 文字內容的健康修正 還是請這個文獎 好 可以的話我們進行下一段 125 答應區國立台北科技大學 理大傳訪融化資產價值審查案 依據文化資產保存法第十五十七十八條 武器指定及備職審查項法 案例提及登陸被執政查項 補助犯法 案例提及 本案為進貿物件的事務所授 財團法人國樓文化藝術基金會偉拖 理於國立台北科技大學西校區 現有十一大傳訪 投擬教護轉交會局 付債除並徵見中樓 一大傳訪位於大安區懷生段 三小段205第號屬國有府地 詳細得今天日期無法確認 經查台北市歷史圖支展示系統 民國五十六年航設影像 在建物卻已存在 本局固一無化資產保存法第十五條 於一百零六年八月二十二號 邀請理前堂委員 三天權委員 及在日堂委員 辦理國立台北科技大學西校區 一道傳訪外資產價值評估會開 委員出入認定一道傳訪 具無化資產價分潛令 五官八月二十二號的委員意見在奧如下 建物之形式為現代主義風格 水平的灰狼與屋立 特別是八角分面RC柱 鑄近小雲三十公分 施工技術即將 手廊平板 低於室內主樓板 低於樓設小氣窗 此皆為限制製建築設計 一道傳訪於台北州立台北工業學校記憶存在 於歷年留存照片 易可見本東建築之存在 本建築過程中拆除感見平凡 方便廊到原貌補庫 但仍委員有效監装之重要 空間元素易予保留 因委員之前都認為他民族 無法看這樣子潛力 故我們於9月29日遭及文職委員 陳小位委員 郭書院委員及書院委員 及書院委員 行專家學習王位 邱行會成委員 按理國立台北科技大學七校區 一道傳堂文化資產價值 懲藏專案小組會看 初步認定一道傳堂具文化資產價值 有關9月29日專案小組的委員意見在要如下 灰狼及屋頂工法細緻 馬長RC柱及氣窗等設計優美 可能是台灣現存最早大學的RC建築物 建築物屋頂為鋼金混凝土造 鋼金混凝土在1920年代的學校建築中 可說是鳳馬領獎 因此具備台灣購教史上的意義 一道傳堂可能是由當時董木謝老師 千千岩豬太郎記者主導 千千岩豬太郎於一者二五年奉聘之工業學校任價 1960年曾經出版高砂族的住家 為台灣最珍貴的原住民建築史資料 一道傳堂為台北中立台北工業學校既有之建物 為北科校內僅存少數日治時期的學校建物 至於歷史文化價值 目前也是學校最重要的辦開放空間 學生活動頻繁 也是最受歡迎的場所 建議校方進行校園整體規劃時 思考中樓的合一位 反案的文化資產價值評估 請委員參考附件類伍的第17至31頁 以下是地形 一道傳堂的地形地基圖 一道傳堂的位置就是在藍色的部分 然後他與北科大縣有的設定古街的紅樓相對位置 請各位參考 這裏是紅樓的當時的古蹟公告 以下為47年的時候的航船影像期可知一道傳堂 都用紅樓的位置 以下為相關的現況照片與經委員 請看 以下簡端簡述一項文化資產評估報告 一道傳堂位於大安區作校東部三段一號 其桌落土地為台北市大安區懷生段三小段 二零五地號 監獄沒有登記 創建連期為日之時期 土地屬國有監獄無登記 管理機關為國立台北科技大學 土地使用分區組 公共設施用地 現況的概述 一道傳堂一側為國立台北科技大學學校便利商店 立地側供校內學生作為休憩餐以及活動工間使用 管理人保持音樂方面 國立台北科技大學 以參數一大傳堂的部分轉角形建中樓 價值分析方面 106年8月22號辦理文化資產價值 請募會堪委員三名 會堪出席委員軍任委去文化產價值前例 9月29號時候辦理專案角度會堪出席委員三名 專家學者兩名 會堪學者對本案建護是否具文化資產 多認為具文化資產價值 未來的保存管理維護之評估 本案建護上標文化資產審議委員會審議 是否具文化資產價值 如今審議具文化資產保存價值 依現行文化資產保存法規定 應由所有人管理人使用人進行管理維護 因此未來的保存管理維護 進行管理機關進行說明 以上 請抱歉 我想請請問 我是段女子如果會清閒權 目前在我們這個一大參堂使用的一個狀態 那麼整個學校是一萬兩千多的學生在這裡活動 那目前為止這個部分就是我們一大參堂使用的狀態 在這個地方裡面是學生休息以及建築這個空間 這個展示的一個空間 那很多建築系的學生也都在這個地方裡面做很多的模型 那這個是在我們的這個空間這個地方裡面的 當初因為它整個建物的一個耐震的一個位置 所以我們在這個地方做了一個加強的一個 耐震的一個設施在這個地方 下一點謝謝 那麼整個的一個實用方面 在後續我們在學校裡面 由校友這個地方裡面 希望能夠在校園裡面 能夠設立一個具有這個紀念性的一個中塔 那麼來跟這個學校互相的一個婚姻 然後這個婚姻的一個結果選定的一個地方 就是在這個穿桃的一個角落 這個部分裡面 但是因為 礙於這個剛剛公布的這個50年的一個建築 必須要經過一個審議的一個過程 所以我們也以規定來做一個審議 所以才會有今天的這個會議 那麼整個的一個過程裡面 這個建物已經有很多的地方 已經跟當初是開始建築的一個方式 以前都看一樣 那麼原來的窗戶以及整個的一個水路 以及碗路等等這些都已經做了一些變動 那麼底下還有一些的圖案 可以普遍的可以看得到整個的一個狀況 那麼最重要還是在整個的一個使用上面 目前維持是一個比較開放的一個方式 那麼校友這邊 他也做了一些這個建築上面的一個 未來的一個使用的一個方式 那麼我必須要跟各位委員這裡報告 臺北福西大學是一個非常重視這個歷史建築的一個學校 那麼我們對紅樓的這個成建 這個臺北市的化學應該非常了解我們學校裡面所投入的一個這個經費 那麼這個建築我們未來也會做這樣同樣的一個處理 不過因為校園裡面的空間十分的一個狹小 那麼剛好也有一個這個比較好的一個建築在這裡做互相的一個揮運 所以我們也期望在這個地方裡面 對於這個建築的一個戰利用 能夠得到各位委員的一個開運 這個我想做簡單的這個報告 以上謝謝 好 謝謝 我們在這個衆光瑜建築時 我們應該來做一個簡單的介紹 那這個是我們原始的校園 這個日去在1926年的 我們可以看到它很重要的 大概都是一到二層的建築物 用一個總廊來連接起來 所以總廊大概是回廊 還是我們這個建築的一個非常 我們這個校園一個原始的風貌 就是目前我們這個大餐廳的位置 這個回廊是保留得非常完整 文書委員到這裡看完的時候也都覺得 尤其這個回廊的柱頭和柱身 都是一個非常具有想法 而且非常具有工藝性的一個作品 而我們這次希望取代的位置在這個角落 也就是當初曾經採除過的這個角落 目前就是剛剛總部長提包了 紅樓是最近當作補記 學校已經投入很多新推了 然後重新的整修 現在就是因為在校園的核心 這是我們的西校區 就是在我們這個核心 這個核心變成學生活動的主要場所 所以全部都是開放式的 還有一個7-11在另外一個本校 這是原始的樣貌 這是原始的揮槓的樣貌 這裏面的空間 目前都是開放式的 目前我們希望取代的這個角落 就是在這個角落 目前就是剛剛總部長報告過 我們聽說這個結構的補償 滲漏也比較嚴重 所以我們希望這個走廊也曾經可以結到 原始的話就是通往整個學校 連通整個學校的空間 來 下一張 這個就是我們一大三堂的位置 大概是一個簡單的U型 不等腳的U型 第一次李先生老師去的時候 就跟我們說 認為這個回廊非常值得保存的 尤其是回廊本身空間的延續性重要 所以我們把整個位置再調整 移到推出回廊之內 所以我們用整個回廊的U型 還可以保持一個完整性 因此我們這一棟建築物 是校園要捐贈的 它的位在這個角落 我們希望把這個未來 變成學校的一個核心 結合我們龍龍 一大三堂 新舊集合在一起 還有我們這邊 執災最豐富的 我們叫永遠 未來變成學校的一個校園的核心 同時我們把這個回廊的U型 完整性的保留起來 那一樓的部分 我們會變成一個比較 也是看穿堂結合起來 變成開放性的一個空間 從一個梯廳再往上去 那二樓部分 未來學校希望做成一個空中花園 因為這個學生是使用 有一萬兩千學生都在這邊使用 課間也沒有地方去 學生都在這個地方活動 所以我們希望把未來學校 把這個二樓整理成一個平台的花園 那我們這個回廊上來以後 都可以出來做一個活動 對 所以我們未來也就希望把這個紅樓 我們圖書館前面的廣場 紅樓 我們一大三堂的紅樓 和我們整個新建的古樓 結合成一個校園的中心 對 那我們跟大家講一下整個校園的步道 因為校園本來很大 後來被四次正發展的時候 把那個建國南路和中教公路 把學校建成基本13塊 東校區 然後西校區 也過我們的位置在這邊 那這邊在聖誕興建一棟京青樓 那未來學校的方正代 都希望把高層的建築 這已經完成了13樓的衣光大樓 目前還有一個秦光大樓的計畫 還有這個京青樓正在興建 在這些完成之後 我們會改建這個西校區 那這個目前的狀況 這兩棟完成以後 我們會這個 會來還有兩個計畫 那在這個樓完成以後 我們都在周展公斤 我們會把這邊拆除一部分的建築 來 麻煩下來等 那就是衣光大樓堂 精進而熱的構築 來 那 好 那 未來我們可以開除這個狀況 所以我們這邊的整個校園的核心 都可以釋放出來 對不對 那這是我們福樓 我們說這個 上面有個中樓 那下面有五三樓的空間 那一樓是一個山堂 二樓是可以出來到我們二樓這個屋頂花園 那這是我們和紅樓的關係 我們希望紅樓好像是一個種子 然後一方便的 張晴英和大廚 那以上 那我又為大家再介紹一下這個國性 待會就是我們這個這幾個 我們都會在未來的環境 對 那這就是我們 那我們這個一大三行 和紅樓 和福樓 和福祝本的空間 我們可以在一樓的立法 就是馬鈴教授 我們是主邊的施錄 那這就是我們和這個 搭配合的關係 我們可以在一樓的立法 這個 是默契 用一個過程 是馬鈴教授 是馬鈴教授 我們是主邊的施錄 是馬鈴教授 請問我們 謝謝 謝謝 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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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 gonna comme 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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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段的中樓沒有分析 因為一大傳統要不要給他通過 我可以一直給我 這個部位基本上本人的同意 但是你如果通過以後要蓋那個塔的中樓 中樓一定要對我們這一個大傳統 其他一個叫參選維護的事 我們要保護這個東西 這個部位在這裡有分析 謝謝 好 謝謝 其他委員提前 如果沒有的話 我是提醒了 因為你這個專校是原有古蹟的一部分 你現在拆掉不見了 但你要獻這個高塔 我個人認為 跟這個故鄉完全不一樣 所以原則上是否你一貫的部位同 建築這個高塔跟表情 散同 謝謝 高塔 建築高塔沒有在 討論議案原則上是先確認這個一大川堂的 這個建築的身分 文資身分 那至於這個高塔其實也就如委員所說的 那身分確定之後才有後續的作為跟處理 那當然也包含紅樓 他臨近這個古蹟的這部分 我覺得這是整個要一起討論的 那今天案子原則上是以第一個案子確認身分為主 那至於這個高塔這部分我覺得是另外在處理 以上報告 好 主席補充 那後面如果通過他有三次條的規範 要另外再送他 五十八三次 那還可以請這個 台北最大人的建築 好 其他委員有意見 如果沒有的話 我們不照主席的內容 報告的話 那未來如果說台北最大人的建築 還要不適合 來 下一位 原則上因為後面案子 議案都成形 跟涉嫌單位都離開 讓我們經歷的議案到後 這也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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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